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工戒还书 浪费时间的问题 现今试验上已有多种图书戒还系统 但都属于半自动化 虽然戒还书系统作业能自动进行 但归位能需要人工作业 于是我们着手设计了一个 全自动化的图书戒还系统 结合学校所教的 PLC 可程式逻辑控制器 工业配线以及气压等相关知识 使用C-Shop 透过TCP IP的方式与PLC进行连线 并建置资料库来管理图书及会员资料 最后我们完成了这个自动化图书系统 借书时点选借书按钮 接着可使用有RFID之标签作为会员卡 第一次使用需先加入会员 登入成功后 可以利用关键字搜寻预借阅的书籍 也可以滑动书籍列表找时 确认书籍资料后 按下借阅按钮 这时程式便会透过仪态网路线 将坐标位置资讯传至PLC PLC接收到讯号 X轴与Z轴的马达便会同时动作 到达定位后 电子阀驱动Y轴气压缸伸出 气压夹爪作动 将书籍取出 回到原点位置后 将书籍置于出输格位内 背面的挡满气压缸会伸出 且闸门打开 待书籍被取走后 闸门才会关闭 关书时 则点选环书按钮 把书放入RFID reader上 即会显示该书籍资料 确认后按规环 PLC会控制阀门打开 且挡书版伸出 将书籍放入禁书口后 甲爪便会将其归位于 所属格位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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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暴向你,你的耐开魔法是魔兵 目前,本专题都属于图书管理系统之原型 未来期许将本专题改良 以增加书籍之尺寸,以便管理各种大小之书籍 并将存数量增加,让使用者能阶约的书籍更为多元 最后,希望能将图书管理系统之资料库 连结ISBN国际标准书号 进而将我们的自动化图书系统与国际接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